國會民主黨人12月面臨政府關門的巨大挑戰 耶倫再次表態 公共負擔政策要復活 13紅州檢察長暨法律戰 美國稅務局計劃徵收400億稅款 富翁無故受攻擊 緩解供應鏈問題 拜登在G20國際會議中宣布新的措施 美歐結束綱屢稅爭端 拜登表示 阻止中共不截鋼鐵 為了防止政府在12月3日停擺 民主黨人不但需要為政府提供資金 而且還面臨另外一場債務上限危機 因此他們在12月份將面對巨大的挑戰 目前 民主黨人兩次通過了短期融資的方式來防止政府停擺 為自己爭取了更多時間來完成兩黨共識的基礎設施法案和重建更好法案 但爭取來的時間將會在12月12日到期 民主黨內的進步人士認為 眾議院可能準備就1.75萬億支出法案和基礎設施法案盡快進行投票 基礎設施法案在8月份已經在參議院獲得通過 但是由於進步派要求將這兩項法案綁在一起通過 所以這幾個月以來 這個法案在眾議院一直是陷入僵局 1.75萬億的法案中有一些症結在 比如怎麼樣去支付巨大的債務 法案中是否要包括代薪休假和處方要溢價等問題還沒能統一 所以法案可能難以迅速的通過 另外根據參議院的和解程序規則 民主黨人可能在沒有共和黨人支持的情況下通過支出法案 但民主黨在支出法案上存有分歧 所以預計完成法案通過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現在的問題是 如果推遲支出法案到11月下旬 就會引發政府資金來源和債務上限的問題 國會需要弄清楚 在12月3日之後 他們如何為政府提供資金 以及要提供多長時間 根據兩黨政策中心在10月29日發布的預測 如果國會不採取行動 美國很可能會在12月中旬到2月中旬之間的某個時間出現債務違約 中議院議長佩洛西最近表示 提高債務上限的一個選項是和解程序 民主黨一直不願這樣做 因為這需要民主黨自行提高債務上限 並且要在參議院進行兩次現場辯論 但《華盛頓郵報》在11月7日 也就是今天對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的採訪中 耶倫表示 如果共和黨人拒絕以兩黨合作的方式來避免國家違約 國會民主黨人就應該自行解決國家債務上限的問題 聯邦最高法院近日同意受理13州共和黨執政州檢察長的集體訴訟案 他們希望恢復川普政府時期的規定 就是拒絕給可能過度依賴政府福利的移民發綠卡 聯邦最高法院可能會在明年的6月份做出裁決 川普時期 國土安全部在2019年宣布 當局將從寬擴大公共負擔的定義 如果合法永久居民申請者的收入要大幅依靠政府補助 那麼他們的綠卡申請可能遭到拒絕 這項移民政策過去主要判斷依據 是看移民是否會依賴現金補助 但是川普政府擴大的公共負擔的定義 涵蓋了領取非現金補助 包括聯邦醫療補助 糧食券和聯邦住房補助 申請過這些福利的人 申請綠卡時會被打回票 如果有人可能申請更大範圍的補助 3年內超過12個月 那麼也將符合公共負擔的定義 下級法院在處理這項訴訟的時候 對於川普時期修改過的規定 是否違反聯邦法出現了分歧 這項政策最後遭到阻擋 川普政府之後提出了上訴 而目前拜登政府決定不再辯護這項法律 有來自13個共和黨州的檢察長 敦促聯邦最高法院應該考慮他們作為州府 是否要接手為這項川普時期的規定辯護 他們表示 這個規定一年可為各州省下大約10億美元 聯邦政府一向有權拒絕可能成為公共負擔的移民 不讓他們取得綠卡 但移民法中公共負擔一詞卻從來沒有一個正式定義 川普的政策建議彌補這個空缺 並把非現金補助和其他考量因素也加在裡面 例如移民的年齡 財務資源 就業經歷 教育程度和健康情況 根據川普政府擴大的公共負擔範圍的移民新規定 要求移民能夠自食其力 才能在美國獲得綠卡 目前聯邦最高法院可能會在明年的春季聽取這個案件 並在6月份做出裁決 拜登政府計劃在10年內透過國稅局增加4000億美元的新收入 這是拜登新框架1.75萬億美元社會還有氣候支出計劃的一部分 美國財政部副部長阿德耶默告訴路透社 美國富人對審計的恐懼將阻止避稅行為 這個計劃中將向國稅局投資800億美元 在未來幾年內僱用數千名新的執法人員 並將更換過時的計算機系統 阿德耶默說 他相信加強審查將使富人對隱秘收入三思 因此將有更多的探員更新的系統來追查複雜的案件 當人們看到更多警察在巡邏時就會決定交稅比支付罰款更好 同時 民主黨的稅收方案也計劃要讓億萬富翁交更多的稅 而在高盛工作而聞名的億萬富翁投資者庫珀曼近日對內部人士說 我認為這不符合憲法 我不同意的地方是財富稅 這可能讓人改買黃金和類似的東西 庫珀曼說 我認為累進的收入稅結構富人應該支付 而且要支付更多的稅 但這項政策卻在毫無理由地攻擊億萬富翁 因為沒有實現的收益 不能是算作收入 資產只有在出售時才能被征稅 庫珀曼說 政府可以去治理一些稅收漏洞 比如取消截轉利息 它以更優惠的資本收益率 對來自私募股權的利潤征稅 而上週 全球首富馬斯克也表示 政府這個舉動對於償還國家債務的影響甚微 他認為政府的支出才是問題點 目前對億萬富翁徵稅 尚沒有被放到上週四公布的 1.75萬億美元的方案當中 供應鏈問題導致美國經濟復甦減緩與物價上漲 10月31日 拜登在意大利羅馬出席20國峰會的時候 宣布了兩項新措施來解決目前供應鏈平靜問題 供應鏈短缺已經影響了美國的聖誕購物季 據美國聖誕節協會說 人造聖誕樹的供應減少 而超負荷的運輸成本導致人造聖誕樹的價格 比以往提高了5%到10% 供應鏈與勞動短缺問題拖累了經濟復甦 導致物價上漲 讓經濟學家還有政界以及美國老百姓 更擔心物價高漲會持續下去 為緩解供應鏈的問題 拜登在意大利羅馬與20國集團領袖會面以後 宣布緩解全球供應鏈塞車的新措施 據路透社的報導 10月31日 拜登在G20會議上呼籲 政府和民間部門應該一起採取行動 減少訂單積壓 解決目前的供應鏈危機 拜登說 這次大流行病不會是最後一次全球衛生危機 在未來面對任何衛生危機 氣候變化 甚至是有計劃的攻擊時 我們應該提高應變能力 讓供應鏈更具韌性 拜登在會議中提出了兩項新措施緩解目前供應鏈平靜的問題 第一項是 將提供額外的資金給美國的合作夥伴 來減少繁穩乳節 緩解港口擁堵 減輕貨物堵塞的問題 具體措施包括提供墨西哥與中美洲國家新的金融援助 解決物流塞車問題 也將協助東內亞國家減化海關流程 另一項措施是 拜登將會發布行政命令 簡化影響重要軍需物資的供應鏈 拜登說 這項行政令將加強我們對美國國防礦產和材料庫存的管理 它將讓我們能夠對工業的短缺做出更快的反應 美國和歐盟在10月31日宣布結束鋼鋁關稅爭端 並且在未來兩年內制定一項可以持續的全球性協議 拜登稱 這個協議可以提高美國鋼鋁產量 並且阻止中共將不截鋼鐵輸出到美國 美歐領導人在意大利召開的20國集團峰會上一致同意 將在未來兩年內達成一項全球可持續鋼鋁協議 來削減產能過剩並且鼓勵更環保的生產方式 拜登表示 這個協議將激勵減排 限制所謂的不截鋼鐵市場准入 並打擊向美國和歐盟經濟體傾銷鋼扭曲價格的國家 美歐貿易爭端開始於2018年 當時川普總統援引《貿易擴張法案》第232條 對來自歐盟和中國等地的進口鋼徵收25%的關稅 對進口鋁徵收10%的關稅 川普政府將這些競爭視為對美國國家的安全威脅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拜登發表的聯合聲明中說 我很高興地宣布大家達成了一項協議 暫停對鋼鐵和鋁徵收關稅 並就一項新的全球性可持續鋼鐵協議進行合作 據《路透社》的報導 拜登還提到 美歐之間的炭基鋼鋁貿易協議 將限制來自中共的不截鋼鐵進入到美國市場 並打擊其他國家的鋼鐵傾銷行為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說 美歐達成協議以後立即遭到了中共的批評 中共駐華府大使館表示 北京堅決反對美方的指控 來自中央社的數據顯示 中國鋼鐵產量佔全球產量的56% 當中大多數有使用鐵礦砂和焦煤的高爐煉製生產的 2020年全球只有少數國家增加鋼鐵產量 中共就是其中之一 好 感謝您關注今天的希望之聲TV北美新聞 我是小蘭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別忘了點贊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